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镇别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韩王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这次真的太多口 你给建设性留言都没办法 因为被炒了 大家知道澳洲的 其实澳洲也占据了奖牌榜两天 因为游泳,尤其是女子的游泳 是非常强劲的 不得不赞赞我们这个城市 现在看到澳洲的金牌选手 虽然很多不是普利斯本出生 但是他们很多来自一个体育会 还有一个swing club 就是Saint Peter's Reston 这个也是笑的 为什么要去看看呢? 我很想我儿子读一间 一间私校里面有一个水会 这个水会很可怕的 出过的奥运金牌 是超过二十年 超过二十年 大家看到澳洲有一个长毛的教练 那个是在布里斯本 他们就算不在这里出生 最后十七八岁都送到这里去训练 因为我们的布里斯本和黄金海岸 就是有世界顶尖的教练在这里 包括孙杨之前也在黄金海岸练水 包括其中刚才在台上 亦都是来自各间体育会 这次巴黎奥运会 游泳一向是澳洲主要的金牌岸练水 其他美国、中国、香港都很厉害 我指中国大陆 和香港都很厉害 最搞笑的是 英国的解说员 这位Bok 就是Bok Ballett 他就多口了 他忘记识位 忘记识位 也不重要 但是 别胡说 哎呀 女士们在做什么 走街 化妆 这句话其实充满了 在性别的黑板印象 不单止令这位解说员的拍档 当场炮轮太离谱了 后续认为 Europe Sport 更加把他炒了 这个真是 没了工作了 真是活该 因为你知道 今届更加需要政治正确 澳洲国家女子游泳队 其实亦是四成一百自由式接力赛 赢了冠军 这也是澳洲女子 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来 连续四年 四届全部都金牌 四个人站在上面 是有国家荣誉 但是 欧洲体育频道解说员 以为博哥 他在镜头上说 这些女人收工 你知不知道 这些女人做的什么 是逛街还是化妆 这样说话 你真是 赢了金牌 这样你贬低也有 没错 原来这一直画 令到旁边的解说 英国游泳冠军 就是Leese Simmons 立即炮轰 他为你太离谱了 就说有些男性都是做这样的 没想到 他不以为然 当场大笑 大笑 之后你就没得做了 他的这些言论 在网上发烤得很厉害 最后他的公司立即和他切割 他作出了不当的评论 踢出了解说的 名单当中 炒了他 在巴黎尔云当中 并且立即生效 这位阿哥是1980年代 就开始报线全球体育 他担任BBC记者很多年 说真的 你也效力过 大公司大企业 解说多届奥运会和世锦赛 他也说 别人问他 他说没有评论 反正被炒了 他解说 运动相当广泛 包括水球 冰上曲棍球 和游泳跳水 这些也有说 也不可以的 我知不可以的 但你没有理由这些言论 这么过分的 我也认为是 所以这样做的话 你也是活该死的 莫过真心 莫过山麦露了真心 另外 大家知道 何小姐 借何书培 就是香港 有汪友华为 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也输给两个澳洲 何思培其实也很厉害 因为澳洲那两个 就是同一个教练出来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同一个水会 就是聖Peters Weston 这个地方 如果你住在布里斯部 也知道 有个地方 是Indropili 那些学校 相当贵 房子也相当贵 还有一间 另外 这四个当中 有一个 是Emma 也是过水会 另外一间名校 叫Canmore State School 那里 也是出过不少奥运游泳冠军 这次 当然 大家看到 传统项目 不出奇 好像澳洲二十岁的游泳女将 就是 奥卡拉汉 其实他也改写了 女子二百公尺自由式的奥运记录 他在这个决赛当中 有一分五十三秒 二七拿了金牌 而他击败了同一个水会 就是聖Peters Weston 来自塔斯曼尼亚 不过后来也移居布里斯本 因为如果你要上一个党次 你就要来 是国家级的一些好一点的教练 就是帝特马斯 亦是一分五十三秒八一 亦相当接近他在东京外会创下的奥运记录 其实第一和第二名都是奥运记录打破者 刚才说的 这个是帝特马斯今届四百公尺自由式 亦是连霸的 原本他要挑战成为 连霸二百公尺和四百公尺自由式第一人 但是没有成功 因为他变成第二 另外他的队友四百公尺也赢了 亦是一起分享 这个是冠军奖台第一名 这个也是非常美丽的一幕 另外香港建议何思培 他亦是东京奥运一百公尺二百公尺自由式的银牌 这次亦游出了一分五十四秒五十五的水平 大家知道他爸爸就是爱尔兰人 他妈妈就是香港 这个也不要紧了 他也是为港珍江 我们也说过 他也选择开了香港 不要把政治意识形态 有些人很瘋 又不是全部 但我好像 江小姐那位不是金派 我想问那是什么 因为他是蓝丝 这样也行 我跟大马sir都只见到黄丝出来说 蓝丝好像没有说 当然有些人说他看到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看不到 蓝丝一般来说 都比较爱国 都是赞江小姐的 多些 我不知道有些人说蓝丝 可能有都不出奇 不要紧了 你有看到我 有我看到 但是看到 为什么我看到 因为我看到 有些人移居了外面的人 都说不要再分 最搞笑的是 有些人说 添共有几箭 女劍听闻 即是指江小姐 听闻是蓝的 整一添共 哎呀 就说 这个蓝劍听闻 是王的 即是指张家朗 这个已经令到很惨 他经常说他什么 我当然很惨 这些人 比赛之前 这个契弟霍启刚 就说 历史上花剑 在奥运 没试过有人连续两届 两次 这段时间 你赵朗 他说是赵家朗 他不是这样 你没有听霍启刚整个说话 他知道是没有 所以如果家朗得了 就是创造历史的意思 你敢决他也得了 他怎么会赵他 他分管这件事 他赢了大家有光荣的 和尖光彩的 你干什么 如果赢了 如果赢了 其实逻辑上来说 霍启刚应该是有光环才对 有光环才对 是的 当然 全香港都有光环 是的 大家都感受到这个荣耀 是的 最搞笑 当然 毛子的畜生除了家里有钱 本身就是按摩之外 历史上曾经有两个位面 他说错了 说错了 就说错了 其实他鼓励张家朗 南促 事辰未报 事辰未到 什么事 你先忍着自己事辰 这位叫Derek的人兄 邪不能性 关什么事 这些都不关正邪事 这些是没有正邪的 体育就是体育 是不是 如果你这么说 英国有什么意外 是否邪不能性正 他们都可以这么说 当然有些 是极端有都这么说 无论什么颜色都有 但真的不关事 他有点黄 这个是你屈他 他没有屈他 他很少说政治 他这次最多 他家人亲自来法国见到他 还有他教练也发觉 所以他说 我看了他的最后访问 其实法国算半个主场 因为他在法国的训练 事实上 法国的教练也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跟澳洲的游水教练 在世界各地 也有很多人 效力其他国家队 都不出奇 是不是 但是很搞笑 你去到英国 又强调自己香港人 但是 你又说自己是英国人 其实你是英国人 你香港人 其实我觉得不重要 但是你们那种出生论 应该是香港的事 不关你的事 对不对 大马帅说 我是英国人 应该不关你的事 最搞笑的是 有人说 BBC Radio 2 就说 不是叫BBQ 应该叫BBQ 难道是在传言 是对 是BBQ BBQ是香港的叫法 是 是 没错 是 当然 这些 大家各串 乡村各处 不要紧 但是 你们强调得很厉害 我们和大陆人不同 现在你们和英国人不同 BBC说什么 其实这个也挺讽刺 你最讽刺的人 别人就说你不是 对吧 所以 我觉得 做好自己就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对的 他们这样 该庆祝就庆祝 你喜欢不喜欢 就算差了 对吧 你没需要 什么蓝畜 每一天 有什么东西 上次有人还留言 说真的 你们不是批斗 我们这些 早几代去 就说我们是蓝 对吗 我不承认 说真的 我是普通人 我觉得 我说我相信的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对吧 当然 这个不要紧 你们自己等自己7 我觉得 说来说去 什么 说什么 不对 最搞笑 我们澳洲 叫BBQ 叫BB 这个也是澳洲英文 其实英国人来到 你们听听一下 就知道是什么 好 今次来到这里 反正 不要衰多口 禍从口出 各位 就这样 拜拜